近期,关于肖战米兰带并拍摄的报道如潮水般涌来,这位备受瞩目的明星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谓敬业,他的故事不仅赢得了业内外的广泛赞誉,更引发了人们对职业精神深度思考。 从《陈清令》中的《魏无羡》到《朱仙》中的张小凡,再到《玉谷瑶》中的神秘角色,他在各个影视作品中的精彩演绎,不仅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,也让合作过的同行及工作人员对他赞不解口。 此次米兰时装周的带并拍摄事件,更是将他的敬业精神推向了公众视野的焦点。 米兰时装周期间,肖战的形成紧凑至极,尽管身体已然抱恙,但他并未选择退缩或延期,而是毅然决然地坚守岗位全程参与拍摄。 这份坚韧与毅力即便是在镜头之外,也未曾有一丝松懈,无论是秀场上的分度翩翩,还是社交场合的游刃有余,甚至是面对媒体时的侃侃而谈。 肖战始终以完美的状态示人,丝毫未让人察觉到他正忍受着病痛的困扰。 如果不是摄影师在采访中透露实情,恐怕外界永远无法想象那个全场焦点的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坚韧与付出。 肖战的敬业并非偶然为之,而是贯穿其职业生涯的鲜明特质。 从出摄演艺圈至今,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之心与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。 无论是早期在恶劣环境中挑战自我,如《沉心令》中跳入脏水潭,朱仙中浸泡在零下冰水,还是在玉谷窑的专业摄影盆中反复琢磨水下戏份。 他都以无比专注的态度对待每一次表演。 力求精准把握角色情感,将最真实动人的故事呈现给观众。 这种敬业精神源于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与执着追求,更源自其身后的职业修养与高尚道德素养。 肖战深知作为公众人物,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影响他人。 因此他始终严于律己对待工作一丝不苟,对待同事谦逊有礼,对待粉丝关怀备致。 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敬业,使他在业界内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与认可。 尤其在浮躁的娱乐圈,肖战的敬业犹如一股清流。 打破了人们对于明星光环之下一浮躁的刻板印象,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,真正的明星不仅要有出众的才华和魅力, 更要有扎实的职业素养与高尚的职业道德。 他的存在无疑为整个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, 使得今夜二字在娱乐圈焕发出了更加璀璨的光芒。 肖战米兰带并拍摄事件, 是他今夜精神的又一次闪光, 也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有力召唤。 肖战以他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今夜精神的无穷力量,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。 今夜精神永远是成就事业赢得尊重的坚实基石, 在这样一个呼唤匠心回归崇尚今夜的时代。 肖战的今夜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推崇的典范, 而且他还不营销,还不是摄影师说说出来。 谁会知道呢?